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來 我們趕快從命裡來看 時事新聞 講到這些新聞 大家都想說養兒防老 有生到小孩就很放心了 以後他就會照顧我 哪知道現在怎麼發生這種事 怎麼樣 還有什麼 啃老竹的 是怎麼樣 這款兒女是要怎麼辦 你如果不要發錢 我就給你告 阿母 你就知道了 不好煮 來 歡迎命裡老師 請她把命盤拿出來看一下 首先歡迎維安老師 好 接下來歡迎黃優甫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張勝書老師 大家好 來...歡迎幾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賴芳玉律師 好久不見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洪素晴 大家好 請來歡迎廖芳玉媽媽 好 好 來 怎麼辦 媽媽 請妳聽看看 爛賭兒 自己導演一個綁架案 詐騙她的父親百萬元 太誇張 真的 來 問一下肅清 新聞中這名男子 在外面欠債無力償還 竟然騙爸爸的錢 對 他37歲 他也有工作 有收入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害賭 有一天啊 他爸爸就收到一個電話 就說 你兒子被我綁票了 會100萬到這個戶頭 不然我就遛遛遛遛 結果他爸爸聽完這時候說 你不要再騙 不要再卡 他太太說 詐騙集團 你兒子 不是第一次 因為他之前呢 他爸爸其實已經幫他 還了140萬賭債 所以他爸爸就知道 他外面問題很大 結果他那天出去以後沒回來 可是他就自己有變陰嘛 然後他爸心中就覺得有鬼 不過你知道這兒子很好笑喔 所以他爸爸說 你不要再騙 不要再卡 但是還是很有耐心就是不回家 因為他想要讓他爸覺得是真的 結果隔了一個禮拜 他爸爸也擔心了 現在一個禮拜沒回來了是不是 現在又放棄 這樣就想說不然來賄款 好啊 可是也去報警 結果警察就在那個監視錄影帶裡面 然後就看到說 他兒子出門之後 到了某個地方 突然很充容自在的 去開了一輛休旅車 他們想 是不是休旅車就綁圖 綁票的綁匪對不對 結果就去弄了休旅車的車牌來 車主是他兒子 然後就問爸爸說 你兒子有這台車 沒有你 我不知道我兒子有這台車 奇怪 他又開了這個休旅車 很充容到某個旅館就去睡了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為了自導自演這一出綁架判 先去弄了20萬 買了一台 爸爸不知道他的手車 然後呢 跟爸爸說要綁票 100萬贖金對不對 因為他說 爸爸 我欠獨家 還欠80萬 還有這台車20萬 所以我還騙一百萬 就是這樣的兒子耶 他爸已經費了10萬塊 想說這次好像是真的 怎麼會七天沒回來 你看多麼堅決為了騙他爸爸 你說這種...這種爛咖兒子 兒女 他要有本事 他就出去騙別人 他就沒那個本事 他都回來就設計爸爸媽媽 設計爸爸媽媽也知道 然後就跟你比狠的 我就不吃飯 媽 我就不吃飯 已經三天了 你再不夠錢 我明天我還是不吃 你餓死吧 我就不吃 我就看誰狠 來... 接下來這一題其實 這樣問起來 我是覺得有一點傷心 我們居然要請黃老師教大家 看看什麼樣的守面相 是我們自己要小心 我們的財產可能會被兒女 給算計 你說多悲哀 妳敢算嗎 我不敢聽 鏡子給她 來 老師請 妳現在是養兒防老 現在是養老防兒 現在我們這是用父母親的長相 不是小孩子的長相 是父母的長相 看妳會不會給妳的小孩子怎麼樣 算計 好慘耶 所以這邊要小心妳的財產 被兒女算計的守面相 看父母的長相 我也把她這個算計的指數 從低的往高的做個說明 先從60的開始講起 60的講起就是父母親呢 如果妳是這樣子的 眼睛的下面 眼睛下面叫子女公 這個地方乾 枯 乾掉了 枯掉了 黑黑的 或者螺網 什麼螺網 就是這邊很多的雜紋 像這樣的雜紋 一個字紋 打叉叉 對... 因為這個地方叫子女公 既然是子女公 妳長得這樣 表示妳的小孩子沒有成就 所以要怪妳自己也有說不定 因為妳有這種長相 表示妳生的小孩子沒有成就 那她將來賺不到錢 她自然敗家 而且個性不好她會花錢 那當然她沒有辦法怎麼辦 只要回過頭來 像爸爸媽媽要了 好難過 其實就是說孩子會這樣 是因為做父母的 從小就沒辦法教好 對 或者妳沒講好 或者妳長出來的遺傳不好 也說不定 因為妳的 這是妳的長相 不是小孩子的長相 是父母親的長相 這又是子女公 所以表示妳的小孩子 剛剛講有沒有 不孝子 是喔 或者沒有成就 沒有錢 她的個性品德不好 如果要這樣說 我們家都很好 如果帶到妳 生到這些孩子帶妳 對不對 對 沒有緊緻紋 妳要注意 好 再第二項 我們把這個指數高一點的是什麼 先說一下這個長相 可能中年 老年都容易看到 這個比較不容易看到 要老年人才看到的長相 叫做耳前素紋 耳朵的前面有這樣的紋素柱 這是長輩才有 年紀要滿大才會出現 好像有看過 大概要70以上 60幾可能還不太有 70以上 就一個紋很清楚 在這邊叫素的紋 那這個素紋出現的時候 表示她什麼意思 當然一方面她那個 身體不好 年紀大了 第二方面主要是說 她這個時候 她叫做有力無氣 或者有氣無力 她想做什麼都沒有辦法了 我明明知道這樣子不行 這樣不行 可是看著小孩子一個一個 把她的房子 一間一間拿去賣 她要阻止都阻止不了了 而且年紀大不敢講 她甚至也不敢對 最重要是心裡不敢講 不要啦 別這樣做 小孩子就把她的房地器 地器拿去一張一張 一直拿去賣 她無可奈何 所以這種長相的 真的是有點可悲 管不動 也管不動 因為年紀大不敢管 好 再去第三項 第三項 就是我們把指數弄高一點的話 就是這個父母親的長相 是怎麼樣 下巴比較尖 或者甚至有點歪 我們知道一個人到了晚年 就是看下巴 早年 中年 晚年 那表示你晚年的地方長得不好 要是晚年的地方 你可能就會給小孩子 算計也說不定 或者小孩子叛逆 或者你因為小孩子不孝 最後你自己非常的孤單 孤老孤寂這樣子 是 就是因為我們下巴看老年 好 最後一項 我把它算到最高的是什麼呢 是看仁宗 就是說仁宗呢 如果你的仁宗是平的 就看得不清楚 或者很窄的 或者上面有紋的 因為仁宗叫子婷 就是我們看小孩子呢 在人的臉上看小孩子呢 好不好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子女公 這是眼睛下面 另外一個就是看仁宗 仁宗看你能不能長 生出好的小孩 或者生出像現在這樣 像這樣的長相 生出的小孩子都是不孝順的 那不孝順之外呢 他會偷錢 這種的小孩子突然會偷錢 偷錢 小孩 從小 就是那個小孩子會偷錢 不是大人 會偷錢 那當然小孩子偷錢 長大就偷大一點 是啊 小孩子偷個五塊 十塊 那再大一點幾萬塊 這樣他就整個房子偷掉了 也就是說他當然想辦法來 有的不是明來 如果是暗來 那就是算計了 好 那這邊我先來加上一個 這個實在很不容易 就是說一個人越老 還要越有錢的民俗開運房 這實在不容易 一個老年人 除非他在中年以前自己打下基礎 他賺到錢 他已經年紀老了 還要越來越有錢 你想這談何容易 真的不簡單 不過我們還想辦法 要提醒你注意就是了 好 這個恍而 比較是屬於提醒你的事情 哪件事情呢 你記得你已經到年紀大了 還要有錢的話 你有錢你自己留著 小孩子來過年來兒孫給紅包就好 你千萬不要說 我有錢小孩子都已經長大 以後為了遺產稅 為了增育稅 把財產分一分 那你連不要說越來越有錢 你是完全就沒有了 就變年了 譬如說我有三千萬 三千萬保著我自己老本保著 那有三個兒子來 剛才一人給個一千萬 很奇怪 一千萬他們哪去 馬上就不見了 真的 不知道放哪裡去了 不珍惜 來得容易 就沒有了 就去買名車幹嘛什麼的 那我三千萬當然也沒有了 那不要說什麼 越來越有錢就是零了 我看你老年 真的老年孤單了 不必看相都知道 他頂多就是說過年有來拜年 一人發獎金兩萬這樣 這樣也好 孫子的話就多一點 都還好 你三千萬還發不完 但是你一給了就完了 好 下面第二項 不投資子女的事業 小孩子開工廠 爸爸… 很好賺耶 這個生意不錯耶 爸爸你哪有辦法錢 那是郭台銘 那個是他媽媽投資的 爸 他投資之後 馬上給你賺 翻倍耶 三年內保證翻倍 保證你不去了 你看那個投資小孩子的家財 他要投資他有辦法 自己去投資自己去賺 不要把你的錢拿去投資 真的通常都沒有了 最後都沒有 所以郭台銘這個案例 也只有一個就對了 不要說一個 還是有滿多 那是少數的少數 基本上是不要 但大部分都是 有去無回 對啦 而且想想你也有多少 因為並不是很多 對 只要夠你養老 好一點而已 好 下面第三項 就是你的手上的老本 你寧可存儲蓄 雖然儲蓄利息很低 但是你千萬不要去 做股票之類的 每天當我傷腦筋 哪張股票好 哪個地方好 哪個地方可以投資賺到 一下賺到大錢的 1000萬突然會翻倍 報5000萬的 那種盡量器 不要去做那樣的傻事情 就年紀大了 不要賺那個投報率比較高 那風險也高 你心臟也受不了 真的 好 再下去是 因為他既然年紀老 就表示從年輕到中年到老年 時間有20年 30年 50年的時間 這麼長時間幹嘛 就是持著房地產就好了 你就是越來越有錢 符合我們的問題了 好 最後我的重點是在第五項 對 觀眾朋友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已經超過60歲了 請注意這一項 你這一項如果把握好的話 你是越來越以前 這一項你沒有保佑好 我看你可能就老了就完了 好 什麼事情呢 60歲以上的男生女生 尤其是男生 請你千萬不要相信 年輕幼稚妹妹的真愛 什麼 我真的必須要說黃老師 你真的是講得太 這個你 這個真愛 因為他你認為真的有真愛 你要是表示 表示你的真愛 你要什麼要表示 用汽車來表示 用鑽石來表示 用錢財來表示 我對這個年輕妹妹 20歲的妹妹 我好愛她 我真的是真愛 我看你玩 真的嗎 他如果是愛上我豐富的人生月曆 沒有 我現在講一下 跟老婆 跟豐富的人生 真老婆 你告訴我 那回家孝順爸爸就好 對 他爸爸也有人生月曆 世界上也許真的有真愛 20歲的女孩子 喜歡上60歲的男生 也許真的有這種事情 這時候應該由女生來證明真愛 不是由男生來證明 是喔 對 他來證明真的他20歲 愛上我60歲 讓他送我房子 讓他送我鑽石 讓他送我汽車 至少看他房子 沒有喔 沒有這三行你不用說 不是 我的重點就是 不要由60歲的老年去證明我真愛 對啦 這下子就完了 你說我可以用體力證明 體力也沒有 這行是最好的 好 觀眾朋友注意囉 注意… 來…休息一下 今天廣告馬上回來 好 來… 打破養兒房老這句話的案例 還有 來 肅清有個案例是 兒子要告父母詐欺 是 這個訴訟 後來當然兒子沒有告成 他去告了 然後法官一看 你也太離譜了吧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兒子 是在爸爸媽媽開的這個 他馬上做那個佛具的 做這個小小的 等於家庭工廠上班 那在家庭工廠上班呢 吃家裡 住家裡 用家裡 然後還要領薪水 那原本也過得還好 可是呢 可能要去外面簽什麼運動彩券啊 簽什麼就開始欠錢 然後爸爸就覺得 一天一天你幫你解決外面的賭債 那是不是要從你的薪水裡面扣一些呢 因為我雖然有給你錢 可是你的債是我在還 所以我要扣一些錢 所以本來呢 比如說我做一件 是給你七千到一萬 後來就說不行 那我們現在改給你日薪 因為我給你比較多錢 你就拿去賭嘛 那我不能一天就給你剛剛好 所以那邊給日薪制 就一天五百塊 結果兒子就生氣了 就說欸 你詐欺呢 你以前跟我說啊 我做一件案件記錄 七千到一萬 現在一天五百塊 你們爸爸媽媽這詐欺 就去告爸爸媽媽詐欺 結果爸爸媽媽說 我也是沒辦法 因為以前已經幫他 處理很多賭債 現在問題也是 這也是等於是賭嘛 以前我幫你解決賭債 那你吃家裡 用家裡 真的是無可奈何 反觀一聽就是 你也太離譜了 你這樣子 你這樣很華碎 因為錢明明之前 就幫你付掉了 所以才判說 這個沒有罪 爸媽沒事 就是啊 現在這些子女 怎麼會這麼的狡免 會這麼丟戀到 爸爸一退休 領了退休金 他就說我看上一個房子 把那個退休金就先借我 全部去付他的自備館 就付我每個月 就靠那個三千塊的老年紀 來 先問賴律師 賴律師 妳有曾辦過 妳有親自看過這樣子人的嘴臉嗎 就是為了錢跟父母互告的案 其實我覺得還滿常見的 我先講 因為在 我覺得很奇怪 養兒防老這件事情 有一個地方是 兒子就是覺得 父母親的財產就是他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出在這裡 認知上 對 就是中國人的這個子女 都會這樣想 就是妳爸媽的其實就是我 比較會這樣子 那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提一個小案例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其實剛才黃老師講的 不叫酸民 那叫做實證 譬如說 不要分產 不要分家 或者是譬如說 真愛這件事 其實在很多的案例面 都會去呈現這個實證 那我有看到 就是我們有處理過一個案例 其實 這是自己縱容出來的 就是這樣 重男輕女 他只有一個毒子 然後其他都女兒 然後加財 真的是上億的財產 應該這麼講 那麼他就是為了 省這個遺產稅 然後也擔心 這些姐妹 會跟這個兒子來徵產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財產全部 就登記給他兒子 全部 幾乎全部 真的 真的 這女兒都不知道的狀況是 他讓女兒認為說 其實老媽是沒什麼錢的 這以後還得了 是喔 是 做父母的觀眾朋友聽好 聽好 真的 重男輕女 而且這種案例很多 這個年代 那個年代 不是 我們這個年代年輕 然後他們 結果他後來 這個兒子有了媳婦之後 其實就不太管這個媽媽了 媽媽就生病或什麼 她也不管 那如果有婆媳問題 當然這個婆媳問題也出來了 你知道媽媽特別 寵愛這個獨子 那婆媳問題 其實一般會比較深一點 問題會比較深一點 那可是兒子呢 就護著媳婦 那護著媳婦這件事情 也不打體 但是他就認為 媽媽這個人實在太麻煩 所以就不讓媽媽 跟他一起住 結果媽媽就很傷心的 就是女兒就接回去養 好 接回去養 那女兒就看不慣 說媽你怎麼會 怎麼兒弟弟這個樣子呢 那結果後來 在媽媽一次哭訴請一下 他終於知道 原來媽媽其實是挺有錢 而且把台北很多房子 都登記給了弟弟 原來媽媽有難言之隱 還瞞著我們這些女兒 後來他們就因此提起的訴訟 就是用撤銷贈語 他怎麼撤銷贈語呢 兩種方式 因為他們當時在吵架 婆媳問題的時候 他有對他公然無助 就罵媽媽媽 就是說 你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罵老母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因此法院判了公然侮辱罪 那麼以這件事情說 你氣養又罵母親公然侮辱 所以就撤銷贈語 來打了這場 撤銷房子的一個官司 後來法官還是准到 最高法院都准下來 全部要買 那這兒子有沒有當庭哭的 媽媽我對不起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但是坦白講 媽媽還是會很 還是會覺得對這個兒子 她認為啦 我講一句心態 其實她認為 兒子沒有的時候 才會回來找他 才不會有媳婦 有這個媽媽 還是好愛這個兒子 其實她真正的目的 是這件事 所以我媽媽一定講 你把這個嫂子 你把他離 你跟他離婚 我全部都再給你 是 兒子一定會想說 好 先離完 都拿回來 我們再在一起 這出連續劇 是要演到什麼時候 原來你是他的老師 這是你指導出來的 真的是這樣 對 真的...怎麼會這樣 好 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來 再看這一則 不要講說都是兒子不孝 都是女兒孝順 剛剛廣告的時候他一提說 醫院裡面 你看帶爸媽去看病的 都是女兒 外勞 兒子頂多都在花園裡抽菸 怕我來不及 我要來上班了 我跟你講 女兒 也是沒有好貨的 這一則新聞 把那媽媽父母的錢 給他領光 然後要姐妹推來 推去 推去你們家 你不在家 直接把他推到警察局門口 然後人落跑 丟包 然後媽媽失智 不知道我是誰 好慘 有夠用 這個問素琴 這姐妹有多誇張 真的 因為以前說 女兒賊 女兒賊 通常是有一點點 其實不是真的講話賊 是說每次女兒回到家 總是就會拿一些家裡的東西 走這樣子 這個是真的女兒賊 怎麼說呢 那個這位老太太 有一天是被發現在哪裡 是那個當地派出所附近 那想說 老太太怎麼會來這邊呢 原來是她的那個 孫子載她來 外孫載她來 外孫怎麼會載她來這邊呢 本來是來找她兒子 這個太太呢 本來是跟她的二兒子住在一起 住好好 也不知道怎麼著呢 可能就被女兒們知道說 阿布好像還有一點點存款 於是乎就很好心的說 媽媽我就給妳接來一起住 所以大女兒跟四女兒就想說 把她接走了 接去一起住 本來是覺得孝心一樁 你看居然主動要把媽媽接去住 奧妙的是 他們把媽媽接去住的第三天 第三天 就把她存折裡面的 260幾萬存款全部領光 領光了 可是還好 她沒有領光當天 馬上就送人回去 還是照顧了一陣子 然後呢 一陣子之後呢 就把媽媽呢送回去 她跟她說 因為她吵著要回兒子家 所以就把她送回去 送回兒子家 兒子不在 所以就跟她說 那沒關係 那裡就把她送去派出所 所以原因是這樣子 什麼邏輯 結果警察想說 她真的是自己吵著要回兒子家嗎 因為太太這個老太太已經失智嘛 她說沒有啊 她們就自己把我打包打包 說要送我走啊 所以後來呢 就去訴訟 因為妳給人家錢領光光 那妳這個時候才要把她棄養 結果反而言說不行 錢妳拿走了 人妳要養 妳要領回去 所以最後判出 妳還是要繼續養她 否則妳是遺棄 可是妳想說 她已經純心想要把她送回去 妳這一次回來 下次之後會送到哪裡去 這也是老實說 我覺得還是滿危險的 因為畢竟妳這已經沒錢了 沒錯 老實說真的是滿慘的 唉唷 來… 我們問一下 肅清這邊還有一個案例 所以有一個老人家被子女炸光 這個炸得精光的案例 對 我跟妳講 這個是我們之前 有時候我們會採訪一些 比如說現在在講老人照護 老人安養中心 那有一個老伯伯 你知道她 我覺得大家這個兒女的詐騙 手法白白款 說要投資的 要創業的有 這一款就很厲害 這一款這個老伯伯是怎樣的 她是她女兒跟女婿 女兒跟女婿呢 有一天呢 就跟阿伯說 她知道阿伯之前趕快賺了一筆錢 還要賣了一個小小的土地 有拿到了幾千萬 然後結果跟阿伯說 阿 中人 爸爸 這樣子啦 因為台灣環境越來越差 那為了妳的外孫著想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想要辦移民 然後說移民啦 她說我們想移民去加拿大 她說加拿大有那種 投資移民跟技術移民 你女兒跟你女婿 也沒有什麼常才 也算不算是技術 但是有一款就是投資移民 投資移民 因為她說我以前開過一個小公司 也算是有經理人的身分 然後呢 所以只差兩個東西 就可以辦投資移民喔 然後爸爸兩個人說差什麼 他說第一 要有存款證明 因為加拿大你要投資移民 你說你存款要有 160萬加幣的存款 就是資產 我160萬加幣 4千多萬了 差不多 現在 對 然後他說 要有160萬加幣的存款證明 然後第二 你要投資移民 表示你有意願投資人家那邊 你要提出80萬加幣的投資計畫 就說 我一直在